新闻 股市 材质趋势 转握理财脉动 大家一起发发发 欢迎收听财经一路发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大家发发发 听众朋友我是阮木华 今天台股在美国 跟中国大陆暂时达成贸易和解之后 我讲暂时是因为有90天的缓冲期了 并不是真正的停战或是中战 只是一个暂时的和解 这个和解是让双方都有能喘息的机会 但是美国股市完全不领情 本周一美股市开高 然后大幅的收链涨势 给亚股昨天就泼了一盆冷水 所以台股在礼拜一大涨之后 昨天就已经涨不太动 就下跌了54点 周一是大涨了250点 当然就是因为上周末 中美贸易战达成暂时停火 这个消息所影响了 结果今天 跌势非常的重 今天加权股价指数大跌了166点 这跌幅达到1.65% 连续两天 这个指数的跌点加起来 几乎把礼拜一的上涨的涨点 给全部回补了 就全部米平了 也就是说白玩一场了 中美贸易达成暂时的停火协议 基本上对金融市场 完全起不了刺激的作用 那今天的股市大跌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美股 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深夜 真的是狂跌 而且是用疯狂下跌的方式 在展现 这个市场 对于股票市场 是完全没有信心的 这样子的反应 这个美国股市 Dowjones大跌了791点 这跌幅高达3.1% 这跌得非常吓人 那另外标准普洱500指数呢 则创下10月24号以来 最大单日跌幅 达到3.2%的幅度 纳查克指数更是恐怖 跌了将近4% 跌了3.8% 美股里面 重量级股票全部倒地 包括苹果股价 大跌了4.4% 亚马逊跌了5.8% MD超维股价 大跌了11% 真的是跌得非常惨重 这样的跌势 当然就影响到台股 今天直接开低了 期货今天开低140点 中场收跌了162点 那加远股价指数呢 开低112点 中场收跌了 我刚刚讲166点 收在9916点 今天的成交量 也因为大跌的关系 而量缩到只有1139亿 看起来这个人气又退潮了 而且呢 这样的走势 使得今天的 9日KD值 已经出现了在70以上 可能要死亡交叉的状况 那我们一再跟听众朋友讲 这个9日KD值 你看这个K值 台股今年每每打到20以下 就是低点 但是呢 上到70到80 如果转折向下 就是破断跌势的开始 所以今天跟昨天的大跌 尤其是今天带一个 跳空缺口的大跌 今天跳空缺口高达100多点 那是不是呢 9400点以来的涨势 已经告一段落 而要出现另外一波回档呢 这个是一个大问号 那当然我们这边先不要下结论 等一下6点到7点 会有一整个小时 帮朋友就股票市场来做解析了 那当然这个股市一下跌 大家都要去找原因 其实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的 这个跟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是一样的 基本上它是没有什么缘故 股票市场要跌 它就是会跌 它要涨 它就是会涨 涨跌才是王道 涨跟跌才是真理 但是呢市场下跌 当然大家都会去找原因嘛 想说为什么会造成下跌 好那找到原因大概有几个 第一个呢 就是什么G20 中美贸易战的和解 这个退烧了 这个市场的一个说法是这样 另外一个说法呢 就这两天传出来一个消息啊 就是美国的国债殖利率曲线啊 出现了倒挂 也就是说 所谓倒挂的意思就是 殖利率曲线出现了复写率啊 就平坦化 好那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呢 只要美国国债殖利率出现这样的状况 就代表呢 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一年到两年之后呢 美国的经济要衰退 好这个是现在目前市场 归咎于这一波 好今天下跌的一个主要原因 雅股跟美股下跌的主要原因了 好那这个殖利率倒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以及整个倒挂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好我们今天 一开始赶快来就这个问题啊 请教淡江大学财务 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老师啊 段老师在我们节目现场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有直播 所以您可以上我们698官方粉丝团 官网来看今天的这个直播 这个其实蛮重大的 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啊 当然今天我们要请教 段老师的主题原本不是设定这个 但是呢因为突发起来的 这个事件因素呢 赶快请教专家来跟听众朋友上一堂课 解释一下这个殖利率曲线 它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段老师你好 木豪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 段老师是这样子的 既然目前看到的是美国的 这个两年期跟三年期 还有五年期的公债殖利率 已经出现了倒挂 也就是说两年期跟三年期公债的殖利率 就收益率了 一二它已经高于五年期公债殖利率 这个周一的时候呢 已经出现这个状况 那周二呢它继续深化 周一的时候 三年跟五年期的殖利率利差 是负的0.7 也就是说三年期的殖利率高于五年期 殖利率0.7一个基点 那这个是2007年首次发生 那我们都知道2008年就发生 次带风暴了经济就衰退 那另外呢周二呢发生了三年期跟五年期 殖利率这个曲线 这个负协率更加深化 也就是说叫周一的情况更加深化了 然后呢又出现了两年期跟五年期的收益率 也跌到了负区间 好那当然市场就归咎是个因素了 这个造成股市大跌了 那我是觉得股市要跌 其实没什么道理的 基本上就跟天要下雨是一样的 它是一个自然现象 不晓得老师你的看法如何 很多的分析师我想都会参考殖利率的一个情况 来去判断未来 大致上我们的总体经济环境到底是如何 那这个殖利率曲线会倒挂代表什么意思 也就是长天期的利率是理论上面 应该要高于短天期的利率 那现在刚好是颠倒的情况 那问题是颠倒的情况到底何者为长期 何者为短期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到底殖利率到底是什么东西 还有就是长天期为什么一定要高于短天期 这些都很麻烦您来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那当然这个有一些可能在对于殖利率的一些意义 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不大很清楚 什么是殖利率 什么是殖利率 其实那个殖利率的话就很类似我们以前日本殖民时代的那个值的意思 而不是价值的值 所以有很多学生他在写那个殖利率都会写错 所以这个价值的值跟所谓的殖民的那个值 其实意义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债券可以反映一个殖利率的情况 那债券上面有一个票面利率 那市场还有一个利率 那他们都叫做利率 但是为什么债券我们可以称它为殖利率 所以我们就反推说为什么 因为每一张债券它的票面利率跟它的到期日完全都不一样 那你怎么把两张不一样到期日 跟所谓的这个票面利率不一样的把它整合起来 其实就有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把它反推到票面利率是8% 也就是美国的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的债券专家 他就推了一个公式 把所有的债券都把它推到票面利率是8%的一个标准值 再来反推说你这张债券 你现在花多少成本进去的时候 你到底持有到到期 听懂吗 一定要持有到到期之后 每一年平均可以获得的报酬率 这个是不是就折现值 很类似折现值 但是一定要持有到到期 平均每一年的到期的每一年的报酬率 我们这个报酬率我们就称为值利率 为什么要设定8%呢 因为8%是就是抓一个平均的 那当然它可以做调整 比方说我们可以把它调到6% 或者是调到3%去反推它的价格 其实这个算出来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 其实我觉得大陆翻的比较好 大陆翻成收益率 收益率就比较容易令人理解 值利率好像就很有学问 值利率这个殖民的值 值利率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它英文就叫eer eer eer其实应该讲就是说 就是市场利率了 对 现在目前的市场利率 但是在收益率来看的话 因为我们财经交的收益率 非常的多样化 其实里面还有一种收益率 我们称为current year 也就是现在马上拿到的一个收益率 那这个如果我们再把它翻成值利率的话 可能就有点不大很妥 但是我们的到期值利率 这个我们在财经上面 我们都称它为ytm eer to maturity 所以那个to maturity的话 那maturity 基本上我们都把它省略掉了 所以什么叫做值利率 一定要持有到到期的值利率 所以这张债券到期的那个差纳点 也就是你现在介入 去持有这样债券的话 你到底到期的那个时间点 你到底可以获得多少 平均每年的报酬率 这个我们称为值利率了 那所以经过段老师这样讲 大家应该初步可以了解 什么叫值利率 其实基本上债券是死的 就是它发行出来 它有一个票面利率 不管是三年五年十年 三十年期的公债 它一定有一个票面利率 然后它一定有一个到期时间 就是这个债券maturity的时间 那问题就是说 这个是初级市场 初级市场发行出来之后 这个债券会在次级市场流通 就是说在交易 债券商之间可以在买卖交易 那他们买卖交易呢 用什么来做凭据呢 他们并不是用这个票面利率 来做凭据 他们其实就是用这个值利率 来做凭据 对对 所以值利率是被交易出来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就是说把它当成是一个市场利率 反映现在目前市场 大家所认同的一个价格了 对 所以过去我们就常讲 值利率上升 代表债券价格会下跌 那值利率下跌呢 代表债券价格会上升 这个是反向的一个关系 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那当然这个值利率倒挂的情况 就要来看一下说 到底理论上面 就是我们在市场上面观察到的 值利率曲线会有什么样子的形状 那你把横轴画成期间 例如说三个月一直 两个月三个月一直到十年期的 那这个债券的值利率 你就把它画在纵轴 那把所有的线把它连接起来 那理论上面我们都会认为说 长期这么长啊 他应该给我们的报酬应该要比较高了 所以在长期债券上面 他反映出来的值利率应该要比短天期的还要来的高 这报酬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很长期他有到期日风险益筹 因为他的到期日太长了 你给人家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 所以我们把所谓的一张债券 它的值利率 大致上我们可以拆成五个因素 那这五大因素的话 第一个那就是实值利率了 也就是一般我们称的 未包含通货膨胀率的利率了 那第二个因素就是通货膨胀率 那第三个因素就是到期日风险益筹 你到期日越长的 这个风险益筹就越大 那到期日越短的 这个风险益筹就给的就越小 那第三个是流动性风险益筹 如果这张债券流动性非常高 那照理讲 他不需要给你太多的报酬吧 那如果流动性非常低的话 那这张债券它可见 它应该要给你一些高报酬 吸引你去买它 投资平等评级越差的债券 可能它的流动风险益筹就要越高 当然当然 就要越高 是是是 所以总括这些的流动性 还有到期日风险 还有一个就是违约风险益筹 那这张债券 如果是垃圾债券的话 它的违约风险就比较高 所以它给投资人的 那个回馈就会比较高 所以这五大因素来看的话 我们都可以反映出 如果同样一张债券 因为我们看到的 目前倒挂的都是国家政府 所发行出来的债券 再做评价 所以违约的可能性 基本上不管短天期 或者长天期 基本上都会是一样 而且会接近零 尤其是美国 阿根廷我们就不敢讲了 那再来看我们第二个因素 就是流动性风险益筹 都是国都是国家发行的 有流动性风险的问题吗 应该也没有 好 再来我们再看说 这个到期日风险益筹了 那到期日风险益筹的话 十年起跟三个月的 大家觉得十年起 你还可以 有没有办法领得到这个报酬 恐怕是有点不确定 信息数比较高 所以国库券 它自然而然的 也会在这个长天期的 或者是更长 也就是十年起的债券 给予一些风险益筹的一些贴水 贴上去之后的话 好 这下子我们看到说 今天三个月期的假设 因为现在不是这个情况 假设三个月期的殖利率 是高于十年起的殖利率 这下子有什么问题 原本 就很不合理 原本到期日风险是长期的 就要高于短期的 所以这个是不可能改变的 不可能在我们投资人 改变说 现在短天期你要给我报酬要高一点 长天期我可以接受比较低 任何投资人应该都不会接受这种条件的 我有可能就是什么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第四个因素 是利率 真实利率 真实利率两者都会是一样的 好 再来那就是第五个因素 那就是通货膨胀率 所以我们在一般的书籍里面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公式 也就是教科书里面的货币银行学 或者是金融机构所讨论的这些殖利率的一些因素的话 其实最大最大因素就是通货膨胀率了 今天如果你看到短天期的殖利率是高过长天期的殖利率 其实总挂一个因素应该是短天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会高于长天期的预期通货膨胀率 所以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 市场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个要求教老师 就是说有人讲说这个短天期的国债的殖利率 最主要受到影响就您刚讲的通货膨胀率 因为它反映的是现在目前的通膨情况 跟这个联准会对利率决议的看法 那长天期呢主要是反映这个经济的预期 所以说呢 这样子的说法是不是符合您刚才的这个基本的理论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目前 如果我们用先前的说 目前大致上总体经济环境的话 它的总和的攻击似乎有退化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退化的话 一般来说我们说 如果这个市场里面的攻击太少的话 那绝对会刺激物价的 物价会上升 那么总体的产出会减少 这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有这个现象的话 那一定是这个总体经济环境的总和攻击 是往后退的 那当然这个 总和攻击往后退是因为厂商对未来经济前景看法保守吗 所以不想扩大 这个似乎好像也有人在讨论 也就是说 奇怪为什么中国跟大陆 这个他们两个国家 我们说90天后我们再来打 美国跟大陆 90天后我们再来打 这个对于一家企业来看的话 他会怎么认为 我现在要下决策 那你难道要叫我等到三个月之后 我们再来下决策吗 所以昨天我们有访问那个蔡明璋总经理 他的讲法就是说 其实呢大部分的厂商呢 他的决策一定是先清库存 他不会增加生产 因为我30天后 我90天后更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搞不好更严重 所以我现在干脆就先把库存清一清 那当然这个到底殖利率曲线倒挂 会不会影响到公司的这个层面 我是认为这个可能太过了 那当然就是说 为什么会有殖利率曲线倒挂 可以影响或者是预测总体经济环境 是一个衰退的情况 最主要一个人是 就是如果听众朋友 你以前有念过金融机构 或者是货币银行学的原文书 当然现在学生可能要看原文书 可能这个机会不多了 因为大部分都是中文书 中文书他们都不买了 有况是原文书 那有一个作者的话 这个作者非常有名 这是应该是2004年到2008年 他在FED有担任过那个理事会委员 这个决策官员 这个人叫做密西金 密西均 Federick 密西均 密西均 那这个人他写了两类型的书 他比较有名的应该是货币银行学 那第二本书是 Financial Market and Institution 也就是金融市场跟金融机构 他里面就有讨论到我刚刚所讲的那些议题 他做了一个预测 也就是说如果殖利率曲线是往下走的 他的协率是下降的 负协率 是负协率的 什么叫负协率的 也就是短天期的利率是在上面 比长天期高了 比长天期的来得高 两者相减 也就是长天期减掉短天期的话是变负的 这样子就可以反映一个宏观经济是在走衰退的情况 但是我们要记得 他在理论上面是认为是三个月跟十年期的 而不是两年期的跟五年期的 或者是三年跟五年的 现在殖利率曲线倒挂是两年跟三年 对应五年的 也就是两年跟三年的是高于五年的 但是这个期限 其实你看三年跟五年的 基本上这两张债券 这个差异性我觉得是不大了 因为两者才差 到期日才差个两年 其实到期日差个两年的话 在现在你如果 我们用市场的银行的利率去看的话 你看一年期的定存利率 跟三年期的定存利率差多少吗 我看也没差多少 好 也的确 其实今天我们所收集到的资料 也就是讲说这个 Misikin 他就是研究确立 这个殖利率曲线 能不能有效预测经济衰退的征兆 就是说在宏观经济方面的预测作用 主要是三个月跟十年级美国公债殖利率 利差作为主要观察 但是市场好像过于紧张了 就是说出现了两年期跟五年期跟三年期跟五年期的倒挂 就是负写率已经开始了 可能大家很紧张就说 那下一步是不是就两年期跟十年期会出现倒挂 然后两年期十年期出现倒挂之后 是不是变成三个月跟十年就会出现倒挂 就是一步步来了 就是渐进式的深化 那这种渐进式的深化就造成了股市的下跌 事实上这个股市下跌也不见得一定是这个原因了 因为大家疯狂的抛售 你看到段老师在卖股票 你也许没有什么感觉 你看到你这个办公室 所有人都拿起电话要卖股票的时候 你会没感觉吗 你知道你一定吓死了吗 你一定跟着卖吗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股市要跌 它是一个从众行为 对 那从众行为 它可能一定有一个先期的触媒触发 而引发这种从众的心理 那这种心理其实很难解释 到底是哪一个点触发的 这也很难解释了 也许是机构法人的一个抛售 这都很难解释 像昨天这样的暴跌 昨天的跌市 大概在今天清晨一点多吧 其实我有在看了 我看到那个下跌 真的是惊心动魄 那个跌就是像雪崩式的这样往下掉了 好 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因素 我觉得也倒未必 不过今天很好的 就是说请段老师来把这件事情 跟听众朋友解释清楚 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 对于总体宏观经济的一些现象更明了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我们今天有现场直播 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news98官网 来看直播的画面 在脸书的粉丝团 您打news98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脸书粉丝团 我们今天在现场是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 段昌文老师 段老师 不管这个殖利曲线有没有倒挂了 是 你觉得美国经济衰退 是必然的吗 对不对 必然的 任何一个经济体一定会有 这个经济循环 所以经济衰退是必然 那问题是说 您觉得他什么时候会衰退 我是认为要等到FED停止升息之后 因为他在升息的一个阶段的话 其实就是要刺激经济 他为什么要有 学下越升息市场越有信心 对所以他为什么要有政策 所以任何一个国家央行有政策的话 都是他的货币政策嘛 所以一个政府他的政策唯有两种嘛 一个是财政政策 一个是货币政策嘛 所以这两个政策基本上都是影响的是市场的需求 那我们在学术上面就是把它称为是总和需求 所以总和需求如果往上提升的话 其实会刺激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就是物价 那第二样东西那就是GDP了 那假设说我们上一节 我提到了就是总和攻击 那总和攻击如果更是提升的话 其实物价会是下跌的 那GDP会是提升的 所以基本上有谁有办法去拉动总和攻击曲线往上走 其实这个是有点困难的 其实它牵扯到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就是技术 技术要改变 那第二个就是要有创行 那当然这个是比较难的 这两个是美国的专场 美国最厉害就是这两个 但是问题是这个还是会有一个瓶颈 就是到达一个瓶颈之后 想办老体 应该要休息一下 所以一般来说这个总和攻击曲线 如果到一个瓶颈之后 它会很类似就是 你如果需求提高了之后 不会拉动GDP 唯独只会拉动物价而已 所以你如果看到比方说像日本 停滞性通货膨胀 对它停滞性通货膨胀存在已经很久了 所以它是存在于说 它的总和攻击曲线是一个根本跟那个GDP是无关了 但是它跟物价确实是有很大的相关 这就是说它的总和需求的刺激 就是它的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已经失效了 是啊 就日本已经没有财政政策跟货币政策的空间 就安倍你再怎么样设几件都没有用 你的利率也降到负利率了 你也没有货币政策 所以有很多的国家 它就是朝向比方说要拉去拉攻击 那拉攻击唯独要有什么样子的因素 那就是创新嘛 那或者是有新技术的发现 那这样子才有可能把总和攻击曲线 拉得有一点斜律一些 让所谓的总和需求 这个总和需求就是所谓的财政政策 跟货币政策所影响而来的嘛 那当然现在我们看到FED 它的这个货币政策到底有没有效了 其实对于美国而言的话 其实这个也是短期的效果啦 你如果长期效果的话 应该都会回归原来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我们要预测这个美国 到底经济是什么情况 其实有很多预测专家 已经都在今年初 已经都有做过一些讨论的 说今年美国已经到顶了嘛 那如果明年还会到顶嘛 这除非还有更先进的技术 被开发出来或者是被创新出来 这个才有可能或者是油价 或者是有新能源的出现 这个可能短期内也很难看得到 其实这十年来 美国经济的冲刺 就是十年的经济成长的大周期 这个繁荣扩张期 就像段老师所讲的 它的创新跟它的生产技术 是很明显的在增长 最主要创新就是internet 就是网络嘛 网继网络 网继网络嘛 互联网这个美国的社群网络 脸书啦亚马逊啦 是是 那中文大陆也是一样啊 这个百度啊阿里巴巴 你看十年前哪有这些公司啊 对不对 有这些公司 但是这些公司对经济的 在总体经济里面 扮演的作用性都很低嘛 但是现在目前 这些都是主流当道嘛 可是这一些社群网络 它还能再成长多少 另外一个就是苹果 苹果刚好第一只手机出来 到现在刚好十年 对不对 苹果就是在那个2008年那时候 出了iPhone第一次 所以说这十年啊 就是它的创新 跟它的技术的 技术的改变 最主要就是 那个 那个随身的电子装置啦 什么iPad啦 这个苹果手机啦 这些东西 那另外一个就是社群网络 对 那问题就是说 下个十年还能靠这个吗 其实我们往前面看的话 呃 这个多头时期 未免太长了啦 对啊 这个太长了 所以有人讲 说下个时期 要看AI电动车这些啊 我觉得电动车很难说 那个 其实 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 应该知道川普又把 那个电动车的补助啊 把它拿掉了 特斯拉的 不只特斯拉 全部的 全部电动车 库德洛已经讲 全部电动车的补助 都要停止 是啊 所以如果照这样下去的话 其实之前我们也有听说过啊 比方说不是电动车的部分 比方说LED 也遭受到波及一次啊 所以LED的产业 也是有同样的情况啊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国家 最近都在实施货币政策 我们上一周有提到 有一个国家 其实它的通货膨胀率 跟它的失业率的话 都排在四十几名 我们国家是排第五名嘛 就是痛苦指数 我们排第五名 我们都还不实施 所谓的货币政策 或者是一些 一些所谓的利率 要不要调降 或者是调升的问题 那我们可以看到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它是四十几名的 它要调升利率的 韩国这个礼拜也调升利率的 对啊 所以周遭的国家 都在有利率的动作的话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到底我们国家利率变动的时候 会对银行有什么样子的冲击 那当然我们就要看说 这个银行它吸存款进来 再把钱放出去放存款 那当然它还会有持有其他利率变动的一些资产 或者是也会吸一些利率变动的负债进来 那每一个银行 每一家银行 它每一季都要公布 它的利率敏感性资产 跟利率敏感性的负债了 那这两者 如果你把资产减掉负债的话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利率敏感性缺口 怎么说 好 段老师为了讲这个 今天有准备三张表 我们这个三张表有放在我们官网的照片夹里面 对不对 所以听众朋友可以上我们698官网的照片夹去看 那这现在段老师就要切入到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 就是说谈国内银行 台湾的各家银行 这个您刚刚讲的那个敏感性的资产 敏感性资产 跟利率敏感性资产 跟利率敏感性负债 对 那什么叫做利率敏感性 那你持有了一张资产 或者是一张证券的话 利率如果变动的话 你这张证券或者是你这张债券的话 你的价值会跟着变动 这个就叫做利率敏感性的 那你如果持有的是负债 那就叫做利率敏感性负债 那你如果持有的是资产 那就叫做利率敏感性资产 那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 就是银行资产面最对所谓的利率敏感性的 那当然就是放款了 那当然他还会持有其他的 比方说选择权 砍入选择权的一些债券 例如说一些比方说可转换债 那其实可转换债的话 银行也持有一些 或者是他也去持有一些可认购的一些债 这个基本上这两种债券 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说 他就是一张债 其实不是 这类似这种债券的话 在美国来看的话 它是所谓衍生性金融商品 它是固定收益证券市场里面的专家 才会去分析这种债券里面 所隐含的选择权的价值 那当如果一张债券 它的利率变动的时候 你把这张债券当作是一个选择权的话 什么是选择权你可以放弃 万一他丢了怎么办 那如果银行是持有这些资产的话 你的利率如果调高或者是调低 对银行持有这类型 有砍入选择权价值的这些债券 万一利率调高或者调低 对他有一点点的冲击 其实他都可以选择放弃 就是我不理约了 选择权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你如果持有 损失你的权利金就对 你如果持有一张一个单位的选择权的话 你可以说我不玩 但是对手是不能说不玩 你如果持有选择权的话 你可以说不玩 所以利率对银行的冲击面 他也有一个选择权 银行的选择权的一个风险存在 所以利率变动到底对这家银行 到底冲击大还是冲击小 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 一个是利率会往上走 一个是利率会往下走 那利率如果往上走的话 就升息的话 升息的话 因为预计 我们国家要再往下走的可能性 可能也不大了 所以我们就来讨论说 1.375还能再降多少 对啊 如果说我们来讨论说 这个利率如果往上走 会对哪一家银行会比较好 就升息对哪一个银行最有利的 是没错 所以我们就要看说 任何一家银行 现在未来如果会升息 那么银行应该要怎么做 他对他来说价值会变高 那当然就是资产部分要调高一点 负债部分要调低一点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说 到底是哪一类型的资产 好这个段老师有准备这个表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就这个表来看 升息跟降息 对国内的银行 哪一家是最有利的 就相对有利的 它有一个排行榜 跟相对不利的 那是有某种情况 它也会反映在这些股票 股票的价值上面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酒吧新闻台 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华 其实国内的所有银行 今天报纸也有登 刚刚段老师也有讲 就是今年大概可以赚3000亿 没有问题 其实往年大概也都是这个数字 差不太多了 那其中当然最赚的就是 国泰世华跟富邦这两家 这两家大概就已经赚了三分之一了 这个银行的收益 赚的钱到底从哪里来 当然第一个最主要的来源是利差 这个放款存款 他的资产跟负债之间的利差 另外就是说他的各种业务的推展 什么信用卡 什么礼专去推的基金 这些东西保险 对不对 那我们就今天单就利差来谈 那段老师今天有准备三张表 所以听众朋友上我们698官网 你在照片夹里可以看到这三张表 段老师有做排名 把国内的银行这个利差做排名 那这个请段老师来详细跟我们讲解 我们今天请教的是 淡江大学财务金融学系的段昌文 段教授 那段老师 我们今天有直播 所以听众朋友也可以上我们官网来看直播 那段老师 您这三张表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看第一页 其实第一页的话是反映的就是说 其实我们银行他要持有放款有多少 那或者是说我们说这家银行 他吸的存款有多少 那如果对这家银行来说的话 他的存款太多或者是放款太少的话 对他的利率啊 其实贡献都不剩很大 怎么说 因为放款如果很少 他的收益就少 那么存款太多 他要支出的又要很多 所以因此我们就要来看 存放比很重要 对 所以我们就要看说 这一家银行 他对利率敏感性的资产 到底有多大 那第一张图形就是自息资产 那所谓的自息资产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一家银行 他到底握有多少的 可以产生利息的资产 产生利息的资产 前十名的话我大概报一下 这是 这主要就是他放款出去的 对放款出去 其实还有其他 比方说他握有的是债券 他的债券对利率也有敏感性的 那当然这个是总和 这是都是各家银行报出来的 那么这次资料是今年九月份的季报 第一名是台银 台银还是他的放款占多数 他还是排第一 台银有很多大的放款 对 什么台电啊 什么这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前十名的话 基本上都是大部分都是公股行库啊 那第二名的话是何库 第三名的话 其实那个表格里面 如果听众朋友你有 第二名是赵峰赵峰 那个因为那个图形 因为几成一堆 所以他的 有一个字没有打 他的他的那个第二名 第四名第六名 偶数的名次他没有列出来 那段老师请帮我们念一下 那第二名的话是何库 那第三名呢 台银何库 第三名是赵峰 第四名是土银 第五名是中信银 第六名是华银 第七名是国泰四华 第八名是义银 第九名是台北富邦 第十名是张银 这是前十名 那第二张的话是负债 所谓的负债就是 占最大宗的那就是存款 也就是说 当这种负债的话 持有越多的话 这家银行付出就要越多 预期支出就越多 所以这两者 如果两者把它相减起来的话 你的自息资产 绝大部分一定要大于 自息负债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念的前十名 然后它的自息负债的话 也是这十家 同样的 同样的 没有变 一模一样没有变 所以放款最多的也是存款最多 对对对 放款最多的也是存款最多 所以No.1都是台银 对 那反而我们来看一下说 在这个所有的66家银行里面 它的利差 所谓的利差就是 它持有自息资产 它的平均利率 减掉它的自息负债的平均利率 最高的是玉山银行 哇 玉山很厉害 玉山银行 怪不得玉山银行的股价表现都不错 对 如果看到第三张图形的话 就可以看到玉山银行是第一名 第二名的话 竟然是京城银行 京城银行 那第三名的话是星光 第四名的话是三信 第五名的话是东亚银行 第六名是中信银 第七名是联邦 第八名的话是国大四华 第九名的话是台中银行 第十名的话是台信银 其实这些你看到月前面的 那是那家银行赚更多 但是假设你是放 你是要贷款的 或者是你要存款的 我建议是还是要找后面的 对 因为后面的 比较有利于你 比较有利于这个消费者 对 那当然你如果要买股票的话 当然就要看上面的 上面的 那他的利差越大的 那就是机油股 这个这个有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羊毛戳在羊身上 银行赚的钱 就是基本上是消费者的钱 所以说呢消费者 你看到这张表 这个玉山银行 是赚你最多钱的银行 对 所以所以你投资 你要买股票 你可以买玉山 但是你的钱 恐怕你存放款 你少去找玉山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以前我自己在 教比方说银行实务的时候 玉山银行不要骂我 我是根据表来说话的 这是他的平均利差 其实我们都可以透过他的官网 都可以查得到他申报出来的 这些利率敏感性资产 所以倒数第三名很棒啊 台银啊 这个第三张表格还是正的 还是正的 还有负的 还有负的是下一张表格 你要看下一张表格的话 是平均利差是负的 这负的就代表说 他蛮慈悲的 平均利率 我们来练一下 让大家知道你去存放款 哪些银行比较好 你看负的话的话 最惨的是法商的法国的外贸银行 这家银行到底在哪里 我也搞不清楚 他在台湾只有一家 他是政策性的 可能政策性的在这边有开一家 所以他可以经营存放款业务啊 他可能就是收公司户啊 这种外商的都是 所以他应该没有个人负 对他没有个人负 所以你去存带也存不进去 他的利差达到负的1.76啊 哇 这个佛心 对 那再来是美商的道富银行 再来是西班牙的对外银行 再来是法国新业 再来是新加坡的华侨银行 再来是新加坡的大华银行 这些都是负的哦 再来是东方惠里银行 再来是奥胜的台湾 再来是泰国盘股 其实你这边可以 奥胜台湾就有了啊 对对对 另外新展也是也是付的啊 其实你看哦 你再往前面看哦 第一个付的哦 也就是不会这么凄惨的哦 也就是陆商 就是大陆的两家银行 建设跟中国银行 其实这个我们可以反映到一件事情 就是 其实台湾的银行吸了一堆人民币 他都拿去哪里存 拿去中国银行存啊 对啊 他存的转存到中国银行 这几家政策性的银行 他给这些银行 是比我们收到利率 还要来得高耶 补贴 对 也就是说 补贴的 也就是说 有点补贴的性质 对 补贴的性质 其实看这个利差 也不甚很精准 利差只能反映说 它的利率定的高 还是定的低 对对 那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们把这一些利率 再乘上它的利率敏感性资产 跟利率敏感性的负债的话 两者相减 那就是我们的第五张图形 那这第五张图形就表示什么意思 那表示说 在我们全国里面66家的银行里面 哪一家银行用利差去赚的利息钱 是最多的 我们看第一名 还是玉山 赵峰也很厉害啊 赵峰还排第二名 第三名是中信金 中信金 那第四名是和库 再来是国泰释皇 再来是义银 再来华银土银 再来是台北富邦 再来张银台新银 那其实我们这些利息差的 也有付的 所以我们看到 付的就还是刚才那几家 对 基本上都会是那几家 其实我们看到说 其实路上的中国银行 是它倒数排第四名 其实它我们 它来补贴我们这些人民币的存款 那个利息差距还蛮多的 基本上这两家来台湾 应该是政策性 对 绝对是政策性 所以我们从今天这个谈论 我们知道有两家银行 存钱去借钱不错 奥胜跟新宅 对 没错 因为它基本上是 在存放款上是赔钱的 那如果要买股票的话 麻烦你就要往前面看 对 买股票的话 那就要看那个玉山那些了 好 非常谢谢段老师 请不吝点赞